各位企业点好 欢迎收看Dick的相机谈解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精妙遗难杂症 这一盘棋局上你一看 红方这边仅有一炮双兵 当时在直播间上 主播说红方此局可以取胜黑方 当时一经猜解之后 评论区就炸开了锅 有众多高手一致认为此局压根就赢不了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 今天我为大家仔细拆解一方 表面上看 红方虽有炮双兵 但边路这个兵太低了 而且离得太远 压根的没啥力度 一上手红方仅有中路的炮兵可以发挥 那这一盘棋局如果一上手 红方想要求和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里只要狗兵吃马就行 那一方肯定试掉红兵毋庸置疑 但红方巧妙平炮过来 只要用炮打掉黑竹就可以了 不管黑方这匹马如何倒腾都好 我只要用炮吃足 黑方尽管可以进马踩红炮 但是毕竟红方有兵可走贤 相可走贤 你就无法形成当马擒玩的机会 双方势必就是一盘和棋 但是主播说红方能赢 到底是怎么走的呢 第一步棋红方选择一个平兵叫炮杀 黑方现在只能平仗战中 这一步棋可走 但紧接着红方直接拱兵下来 把黑方中部的马跟老将 是给牢牢困壁 这一步棋一走下来对黑方来说 现在首先来讲像是不能动的 如果飞边下走个弦 红方呢 这手不要这个兵了 直接一甩炮就行 西埃普奇进炮一将刚好是杀奇 你中路的马无法倒腾 你进马吃兵也已经为11万 平将也行不通 肯定要败 那既然面对红方的这一步 平炮将绝杀 这时候黑方无为的办法 只能先把马往上一跳 这样一走前面就无所不同 如果红方继续选择甩边炮 近里炮杀奇的话 黑方刚好可以跳马到中路 挡住刷面 抓红方兵的同时 又可以牵制住红方的这一步 近里炮的杀奇 米歇一进炮较将 黑方就可以退马来防守 那这时候红方这一边 就算用兵吃马也毫无意义 黑方以上是吃兵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你平炮抓马也抓不到 一旦这么走 红方就再无胜算 但是此局可能没那么简单 当黑方进马之后 这里当时主播走的是一步 浸泡的奇 这步浸泡看似平淡无奇 但是现在对黑方来转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黑方这一匹马 却跳不上来了 红方可以平炮战中 直接把黑方中路的双马给困住 现在不及一平涮 就有小型的铁门双杀奇 黑方肯定要败 那这样黑方这一边 眼看红方进炮 不能抬马 那这里跳边向也没有意义 因为如果非边向走个线的话 红方一甩炮 这里这一波进炮杀奇 黑方还是得照样 把马给倒腾上来 红方虚黄一枪 又把中路的双马给套牢住 一平涮就可以拱冰江来围剿 肯定要败 当其面至此 黑方即便却走得十分巧妙 直接拱了一步足 这一步拱足看似平淡无奇 但红方现在就没有刚才那一套了 因为现在如果直接一甩炮 想浸泡江杀奇 黑方就把马往中路一跳 这时候红方虽然可以平炮过来 双里组中路的双马 但黑方刚好可以拱足吃相过河 红方想通过平老帅 通过借帅助攻拱抵冰沙 却发现黑方的足挡住了算命 一旦这么走 红方压根就毫无胜算 因为红方这边随时可以拱足将来牵制 而且又有相可走贤奇 红方压根就秒杀奇了 所以红方这边一旦拱足之后 红方千万别甩炮叫沙 这里红方要选择一个落底向 这步骑一走下来 黑方的足就无法过河了 红方就可以过去从事 平炮过来围剿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会做应对 黑方现飞向肯定是好意义 这时候黑方走了一步让人意想不到的骑 就是拱足来送足 这步骑一走下来看是白送足 那红方这时候肯定得吃足呀 不然的话你甩炮也无伤 毕竟黑方的足可以平过来挡算面 所以只能像掉黑方的足在说 但平白无故 黑方弃掉这个足到底有何目的 这时候黑方主要是为了倒腾马的位置 把马往上一跳 这步骑一走下来 红方这手又该合去了从 这里很多球都会认为 我现在平炮过来围剿怎么样 这里有平炮到七路或平炮到八路 这两步骑可走 如果平炮到八路 黑方这手刚好进马就够得倒僵了 而现在红方现在呢 要么平炮鞭马腿 或者下帅 走一步嫌棋 因为帅要刷累住黑方的花心马 所以不能离开中午的内道 如果红方这边选择下帅的话 黑方就跳马一将 红方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不管你是上帅还是下帅都好 黑方马跳卧槽一将 就可以吃红炮 红炮一丢肯定要败 那这样呢 黑方这边选择进马的时候 红方下帅行不通 那如果平炮来扁马腿呢 现在不起我拱兵一将也是杀棋啊 但黑方这手呢 却可以巧妙选择退马的走法 一旦这么走 你会发现 红方这手呢 想通过平炮过来 近底炮来杀棋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黑方刚好可以进马 挡住你中路的算面 现在马站着红炮的位置 你就无法平炮站中 来双内柱双马 构成铁门双的杀棋了 你近底炮一将 黑方又可以退马回防 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根本离不了 那这也是红方几边 泡平八路的变化 如果呢 刚才一方几边近马之后 红方不泡平八路 选择泡平七路呢 前面是否有所不同 那黑方也是近马一将 刚才已经引试过了 你平炮别马腿 压根就赢不了 那这时候呢 红方如果下帅呢 好像一方 也无法通过近马将 马跳卧槽来吃红泡鸭 但这么一走也无济意识 黑方也是通过近马一将 来牵制 逼你上帅或下帅之后 巧妙退马仗中 挡住刷面 随时呢 要解脱这一匹花心马 一旦这么走 红方几边呢 直接上了架 压根就赢不了 那好像呢 这么一看 当黑方几边近马之后 红方甩泡过来围剿 压根行不通 当这时候呢 红方还是有妙手可以解围 就是呢 先下算 远离黑方马的牵制 当这一步骑道一走下来 黑方呢 就载着近马 这一步近马呢 好像平淡无奇 越跳越远了 但是呢 这里近马是够到 掉到僵的 随时刻呢 退马来挡住中午 导致红方呢 这边炮 就没有施展的余地 而现在红方这边呢 为了防止黑方的马发挥 这里帅炮过来 也毫无意义 因为呢 不管你这个炮 帅到哪里都好 黑方进马一将 红方不管是上帅下帅 黑方又把马 占据中度的内道 跟刚才的局面 其实是一模一样 红方呢 就没有照杀的可能 所以呢 当黑方这边呢 跳边马之后 红方这里呢 只能选择一步 下帅的走法 远离黑方马的牵制 但是呢 到了这一步棋 接下来呢 这一匹马的走位 就非常微妙了 当时呢 这一边主播讲的是 黑方会选择 马九近七 这一步棋 把红方的将给锁住 待会呢 来照将叫杀 但是呢 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确实黑方会败 因为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一边 只要退两步炮 就可以了 这一步退炮一走下来 黑方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呢 中路的马是 老将都不能动 被兵跟帅所困 现在马也无法倒腾开来 如果呢 马跳到雷道的话 我兵界炮威 拱兵一将 直接杀齐 你这一匹马 如果跳到中路呢 红方这里呢 平炮 就可以呢 把黑方的双马 给套牢住 下一步棋一平算 又是小型的铁门双绝杀 肯定要办 所以发迹变得相当于 马不能动 我也能动的 就仅有飞向 这一步棋了 当你一飞向 已经为希望 红方就可以耍边炮 来围剿 现在步棋浸泡一将 就可以形成困壁 那一发现呢 像又无法来得及挡将面 这里呢 只能用马来发挥 当这一匹马又过不到将 唯有呢 退马挡中路 这一步棋可走 但一旦这么走 红方虚黄一枪 又是呢 套牢住双马 下一步棋平算之后 拱底兵住一步杀棋 黑帮彻底就揽不住了 你现在仅有飞向 掀起可走 那我一平算 你当你呢 落底下的时候 却发现为希望 我兵界率为 拱底兵 就是一个闷杀 必败 但是呢 这种走法 其实是 黑帮的这一边 一厢情愿而已 这里呢 我们回到刚才的旁边 当黑方这一边 眼看红方下帅之后 其实呢 还是有结尾的办法 这一步棋就是 直接把马 跳到八路 这样一走前面 就说不同 那对红方来讲 现在又该何取而从呢 如果你上帅 黑方又把马倒腾回来 还是可以进马 够了到江 跳马战中 来狼炮的 好意义 所以你上帅是行不通的 那这里呢 还是只能指望 这个炮来发挥 但现在红方 能不能平炮过来围剿呢 如果平炮过来 想进里炮作杀的话 却发现 根本来不及 黑方仍然可以 顾及重施 回马一将 红方只能上帅 再次退马将 逼你下帅之后 直接一进马 就可以呢 吃掉红炮 红方肯定要败 那红方即便呢 到了这个旁边 既然不能马平 八路 这里呢 如果炮平七路怎么样 其实呢 道理如出一辙 黑方也是回马一将 红方就只能上帅 紧接着呢 再次回马将 一旦这么走 红方不管是上帅也好 下帅一把 黑方都可以用马 来拦住红炮 这样一走 红方这个炮 就无从发挥了 只要被马呢 挡住了炮面 你就没有进底炮 照杀的可能 一旦这么走 还是赢不了 那既然呢 黑方即便呢 选择 马九进八这一步棋 红方平炮 没有杀棋 那能不能继续选择 退底炮 来围剿呢 好像这一步棋呢 挺不错的 待会仍然可以 估计从事来作杀 当时之不然 一旦这么走 也好意义 黑方的马照样安兵不动 直接飞边向就行了 红方这手呢 尽管可以甩炮过来围剿 想通过近里炮杀棋 却发现根本来不及 黑方照样回马 来一将 红方这手 如果平炮的话 来扁马腿 黑方的马又倒腾回来 相当于走的等于没走 压根呢行不通 那如果呢 炮不倒腾回来 选择上老帅呢 怎么样 黑方这边又可以马跳中路了 这样一走 红方就没有平中炮 围剿的机会 黑方下一步棋 只要解脱这一批花心马 红方呢 就再有胜算 而你现在呢 浸泡一将 也没用 黑方可以退马 来挡炮面回防 这时候呢 黑方待会可以通过 巧妙非中向的方式 挡住中路的帅面 解脱中路的这一批马 来退马抓兵 这样一走红方呢 毫无胜算 那这也是红方这一边呢 眼看黑方呢 跳马之后 这里呢 平炮的一个变化 那这里平炮 又没有照撒的余地 动脑刷也毫无意义 因为呢会挡住泡面 平兵过来呢 也没有坐撒的可能呀 因为一大这么走 黑方这一边呢 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直接呢 飞翔就可以了 你再次平兵过来 却发现 压根呢 没有照撒的余地 因为这样一走的话 你这个兵呢 就挡住了红方 进里泡照撒的去路 而这时候呢 黑一番呢 现在就可以退马来回防 你现在泡江 就毫无杀起 黑一番呢 一跳马就行 红方呢 兵一丢 直接上了架 绑大要败 你现在呢 如果不叫泡江 这时候呢 你平底兵吃室 也毫无作用 黑一番呢 一瓶这样吃兵 尽管呢 你可以平兵吃马 但你仅有泡低兵而已 又没有事当泡家用 这时候呢 今生泡 也无从发挥 毕竟黑一番有马的存在 一旦这么走 双方照样就是一盘和其 要遇到 下面 起来 这时候呢 就是 呗 这是